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其实那个方面的话 它不是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它带来了很长的整个过程 终于美国要 我们说它不叫加息 它是渐渐把这个利率正常化 其实美国的利率长期的话 我们觉得应该是 美联储隔月利率应该是在2%到4% 其实到3%到4%左右 其实说现在的课题就是说 是接下来因为其他的国家 欧洲还是面对很严重的 这个主权的债务的问题 结构性的问题 中国经济在放缓 中国经济现在从经济增长的速度 转到经济增长的质量 所以这也带来这个 其实我们说大环境的这个走势 还是比较疲弱的这个现象 不过市场有业界人士觉得 这次他们的做法比较保守 对 这个做法你怎么看 浪费了一次宝贵的加息时间 其实你看市场的这个 美联储隔月的这个会议过后 市场其实这波动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市场觉得在某种程度 美联储现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了 为什么你要看市场的这个回应 来指定美联储是否要加息 其实我们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美国经济的经济 还是面对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欧洲的经济还有很多 主权债务的这些挑战 所以他现在真正的要加息 他还是很多的这个疑问 是否要加息 可是我们说应该在今年 也许是12月份 我们会看见美联储 渐渐地把这个流率正常化 所以还有三个月时间 这三个月时间就要看 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 这个市场的波动 我们说也看到 为什么市场的波动这样大呢 资金太充裕了 所以大家进场的时候 都争先口吻进场 退场的时候 也争先口吻的这个离场 所以这使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 就较大 是 我们来看过去几天 整个的全球股票市场 对于美国不加息的反应是怎样 首先在美国的这个股票市场方面 我们看到先跌然后起 亚洲股市是相反的 先涨然后后跌 这是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说美国的股市 之前是先跌然后涨 这先跌的话 其实市场的这个疑问 是美联储是否有一些的风险 而市场没有预测到的 因为现在我们说 现在不是市场 而是市场的欲望 我们要改造整个市场的这个欲望 长期的话 我觉得为什么 资金还是充裕 所以不管是哪一些资金 还是要找寻较高的这个回报 之前亚洲人 新加坡人都愿意投什么 房产 现在房产有很多的这个限制 买车子也有很多的限制 就转到什么 非社会挑战的一些的资产 包括 包括这个股票 因为我们说房产 房产它不是经济问题 它牵制到很多社会 以及政治层面的一些挑战 所以导致很多的这个官方 都采取一系列的这个降温措施 行胜手段 不只是新加坡 马国也有问题 香港有问题 中国大陆也有问题 中国大陆现在是限购的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这个一线城市 可是有个调查发现 这个本地的有钱人 好像更愿意持现金 不愿意投股 对 其实我们说现在的课题就是 刚才我们说 经济在放慢 美国经济开始正常化 可是它的这个动力 还是无法取代 替代这个欧洲比较疲弱的 结构性的这个挑战 我们现在说 希腊的问题 其实还没有被解决 它是只是用资金来购买时间 用钱来换取时间 其实最大的这个动力 就是中国经济的走势 我们说中国经济这十年 其实中国经济的国内生产种子 占了全球的经济增长总值的比例 只是少过百分之十 可是它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速度 参与着差不多百分之三十的 全球的经济增长的这个幅度 所以接下来的走势 就是看中国的经济的这个走势 所以大家都比较很多的这个疑问 为什么中国经济在放缓 它这个很刻意的在放缓 因为在经济在转型 不管是企业 银行业都在转型 所以大家都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个手段 就是手上有陷阱 是 除了刚刚讲到的 就是我们讲的股票市场 还有经济 还有一个就是货币市场 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四 在美国那边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新元还有美元是走高的 为什么呢 新元跟美元走高 其实我们说 其实这个新元的最高的高峰 是在1.20 在两年前的这个价位 到从那时开始 我们说已经开始看见 新元开始渐渐的贬值 新元贬值不是因为美元增值 而是美元渐渐的正常化 所以我们说长期的话 一旦美元开始加息的话 我们会看见新元 继续地保持有所贬值的这个趋势 就是不是新币贬值 是美金增值的这个趋势 到了明年 我相信也许我们会到1.45 甚至也许到1.46 1.47的一些交流 可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对 那么目前这个美联储的这次 暂缓加息这个动作 对新加坡本地的影响会是什么 其实我们说全球最大的挑战 就是全球经济资金太充裕了 为什么 因为当美国面对问题的时候 欧洲面对问题的时候 它就有这个渠道叫 用资金来购买时间 假如我们说这个假如是 其实其他新兴货币 它早就垮了 因为新兴国家印钞 我们说假钞 美国印钞叫量化宽松 这个就是区别 所以长期的话 我觉得这个 它只要资金还是很充裕的话 对新加坡的这个资产 不管是房产股票市场 它的这个走下的下坡的这个幅度 因为不会太大 其实官方很刻意的 不要让这个房产价格一直飙升 为什么 因为它牵涉到社会跟 以及政治的一些的挑战等等 到底何时加息 美国联邦储备局准备在下个月 10月到12月会讨论 一些一系列的利率的一个议论 但是市场人士有说 极有可能会到明年2016年 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延迟 其实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风险 风险出在哪里 欧洲始终还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另外一个风险就是 中国经济的走势 其实我到了这个欧美国家 到伦敦到美国 大家对中国都很悲观的这个看待 所以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它现在的 在经济在转型 在经济在方 可是中国是否会应着陆呢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偏低的 所以可是这个 这方面还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我们就说 这些都是黑天鹅的发展 为什么黑天鹅呢 因为自古以来 天涯都是白色的 可是现在我们看见 这几年好多黑天鹅的发展 刚才许正有提到过 年底有可能会加息一次 那么这种加息它的幅度 跟这个利率的状况 速度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说 从1958年到现在 美国加息的周期有9次 每一次的它就是400个基点 就是4% 然后过程就差不多 28到30个月 所以这一次的话 市场的这个看法 就是它加息的步伐 会相当相当的这个缓慢 因为我们说西方国家 还是面对很大 很巨大的一些的挑战 这一次它面对的问题 就是经济层面 空前的一些的发展 就是美国在银行业 自由开放的这个过程当中 失控了 它好比一直脱降的野猫 毫无约束 毫无控制 而现在从2008年到现在 都已经差不多8年 7、8年了 它慢慢地解决 它结构性的一些的问题 所以速度是放缓的 幅度大概会加多少预计 幅度 第一首我们应该是 第一次应该是 0.25%就是25个基点 然后过后的话 它还是会很慢的 其实我们说 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 从1958年 平常它一年加息 是200个基点 可是这一次市场觉得 这一年的时间 它加息的幅度 不会超过75个基点 那差很多 差很多 75个基点就是0.75% 我们知道新加坡的经济 跟那个美国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美国加息 到底对我国来讲 我们新加坡 做好准备了吗 其实我说这个 这个加息的这个 这个趋势 已经是预演了好多次了 还真正没有播放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都说 你几时真正的要加息 他说年尾 可是不知道哪一年 可是我觉得市场 都已经做好的一些的准备 其实对经济层面方面 在某种程度 加息是正面的 为什么 因为利率其实是资金成本 就是承担风险的价格 就是投资的风险 对 当利率 资金成本是在百分之零 换句话承担风险 没有价格 从官方的角度是很可怕的 那就是零 就是零 所以大家就说 反正借钱都不用了 不用利息 零利息 就随便的承担风险 这是从官方的角度 其实是很可怕的 好 非常谢谢许先生 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 谢谢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 提出个人看法 欢迎到《诗诚有约》 面不满意留言